阿西子越来越贵了 哪里贵了 有的是找到自己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的工资找没账 有没有认真工作 李佳琪先生让我们检讨一下 这几年的薪资为什么没有账 我呢 也反思了一下 我上个月开了近80台的手术 门者呢 大约有400多个币 工资和奖金呢 加起来大概4万块头线 平均每台手术的收入呢 第500块钱 估计呢 比上海滩顶级的 Tony老师的一个发的收入还要稍微低一些 还是没能改变那么多年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而且呢 医务科通知我 医保迪阿基 我上个月一个食道癌患者 费用超标 多出来的14000块钱呢 将全部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所以李佳琪先生真对不起 我不能给我不能买您那一块 每一克比黄金还贵的每一克 但是呢 真的不是我不努力 我努力了大半生 成为中国最顶级的胸外科医生 我能在5公分的单孔下 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治术 这样的手术 美国医生的手术费是指万美金 我的收入是负14000块钱 来不及没笔 我并不后悔 因为患者出现时的笑容 不需要任何的方式 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角色